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小朋友,欢迎来到每日学一次时间 今天我们会学个船字 首先,我们看看船这个字和图画 船是只可以在水上航行的交通工具 而在现今社会,我们有很多不同种类的船 例如,有一种船叫游轮 是一种娱乐航海的客轮 你有没有搭过游轮吗? 这些游轮通常是很大的船 里面有很多不同种类的设施 里面会有房间给你住 有餐厅 或者有其他娱乐设施 例如有泳池,或者商店等等 有另一种船叫货船 跟游轮不一样 货船是专利在换货物 也有很多船 也有很多船 是专利在换货物 也有很多船 例如水 葡萄酒 或者有些燃油 石油等等 也有一种船是军用的艦船 我们简称叫军艦 这些船是可以进行军事任务的 这些军艦会装入不同的武器 例如南炮、机枪、飞弹 可以在作战时用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船叫漁船 是渔夫用来捉鱼的船隻 有另一种船叫观光船 这种船是专利给游客乘搭 用来欣赏一个城市或城镇 通常它会在温河、河流或湖泊上行驶 它会有很大的窗或空间 令你可以欣赏外面的风景 有另一种船叫帆船 在船上会挂着一个很大的帆布 它是教着风力而行驶的船隻 也有另一种船隻叫破冰船 你有没有见过呢? 它是一种很特殊的船隻 它的作用是用来撞破航面上的冰 令到可以开闭到冰区的航度 所以这些船的特质就是船壳很硬 和马力很大 也有些被人玩水上运动的汽展船 它的形状是模仿香蕉的长形形状 所以这些船也叫做香蕉船 你没有玩过呀? 通常它用快艇在前面快速拖行 考虑是玩的人的平衡力 所以我们玩这些香蕉船的时候 一定要穿上救生衣呀 最后,船这个字 也可以用来形容或者作用类似船的物体 例如说太空船 学完船字的意思 现在就等我们一起学一下 如何写船字 我们一起来看看船字的结构和笔信 船字 总共有十一画 小朋友 现在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沉滞游戏 小朋友 在厅里面收起9只蛋膜 分别写着我们之前学的 鼻 羊 妹 左 順 尺 巴 车 和今天学的船字 你可不可以找它出来呢? 首先,我们找一下塞着鼻子的蛋 啊,原来那只鼻子的蛋 黏在窗帘布上面 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学的太阳的羊字? 现在,就等我们找一下塞着羊字的蛋 啊,原来那只羊字的蛋黏在妈妈身上 啊,原来那只羊字的蛋黏在妈妈身上 啊,你可见不见到啊? 接着下来,我们找一下写着妹妹的妹字的蛋 找到了 原来写着妹字的蛋 在梳发上面 啊 接着下来,我们找一下写着左手的左字的蛋 找到了!原来写着左字的蛋黏在窗口上面 啊 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学过信封的信字呢? 现在,就等我们找一下写着信字的蛋 啊,看到了有三位小朋友在客厅上玩 那只信字的蛋黏在玩具桌上 接着下来,我们找一下写着赤字的蛋 找到了!原来那只赤字的蛋黏在座尖上面 你见不见到啊? 啊,还剩下三只蛋 看下你可不可以找出来 现在,就等我们找一下写着爸爸的巴字的蛋 找到了!原来那只巴字的蛋黏在盘子里 接着下来,我们找一下写着赤字的蛋 找到了!原来那只赤字的蛋黏在茶几上面 你见不见到啊? 最后一只蛋,写着我们今天学的船字 你可不可以找出来呢? 找到了!写着船字的蛋在花瓶上面 好耶!任务完成! 我们找到九只蛋了! 玩完的沉字游戏之后 现在,就等我们一起下船字的配词 第一个配词 小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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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船是指比较小的船者 第二个配词 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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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值着机器推动的船者 因为在以前 通常用机器推动的船 都是以轮叶式的推进器推动 所以我们会叫这些船叫轮船 第三个我们要学的配词 船员 船员 船员是指在船上 除了船长以外的所有工作人员 另一个我们要学的配词 渔船 渔船 渔船是指用来捉鱼的船 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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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船的船上边会有一块很大的返舟 渔船 渔船 小朋友, 记住每学完一个字之后, 我们要做练习来巩固记忆 在以下这个网址, 可以下载影子卡和工作纸 记住和妈妈一起下载练习啦 现在, 就让我们用船字来做句子 第一句, 小船已系在岸边 小船已系在岸边 第二句, 轮船满载着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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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句子, 船员动作熟练地拉下船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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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句子, 港湾里有许多渔船 港湾里有许多渔船 最后一个句子, 风推动帆船前进 风推动帆船前进 现在, 就让我们一起玩一个小游戏 这边有一组字 请你配得出正确的图画 正确是船 船 第二条 这边有一组字 请你配得出正确的图画 正确是车站 车站 最后一条 这里有一组字 请你配得出正确的图画 正确是树叶 树叶 小朋友, 记住每学完一个字之后 我们要做练习来巩固记忆 在以下这个网址 可以下载认字卡和工作纸 记住和妈妈一起下载练习啦 好了, 各位视频友 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啦 欢迎留言 like和share我们的短片 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呀,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